其實現在那個所謂的逮捕機制的諮詢 是已經有一個前設的立場 是用原有這個政府最後修訂的方案 作為一個諮詢的藍本 這個一個有預設立場的一個諮詢 我們覺得是一個假的諮詢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覺得有關這個補選的權利 如果市民未剝奪的話 這個我們是絕對不可以接受 所以接下來這個諮詢應該沒有一個前設的立場 同時也都詢問市民 如果有議員是出決的話 是不是一定要取消了這個補選的安排呢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要諮詢議員的意見 就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是不是贊成用原有的名單 是由那個教後的候選人去補償 因為這個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 剝奪了我們當有議員出決 市民有辦法再去進行補選這個權利 這個基本的人權我覺得是最重要的要保障的 所以民主黨一直都有要求政府應該要撤回這個方案 就不是用原有的這個最後的修訂的方案作為諮詢的藍本 這裏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因為接下來的時間立法會將會休會了 很可能就在立法會去討論這個諮詢的文件的機會很小 很可能政府就用各種他們一些官方的渠道 保皇黨發動他們的地區的支持者 去製造一些支持政府的輿論 所以民主黨在未來的兩個月都會馬不停蹄 都會落到去18區 特別在區議會選舉的前夕 是要跟清楚向市民說明 這次是如果我們支持這個逮捕的機制 等同去剝奪了我們市民補選的權利 這一點我們會跟市民解釋清楚 也都落區道爭取市民的支持